你能看出这是已经31岁的女生吗 谭松远完全是腻着生长 不知道的还以为才十七八 太可爱了 谭松远1990年出生于四川 2005年 因拍摄电视剧好好过日子而开始接触表演 2012年因在清宫剧后宫甄嬛传中 扮演纯贵人一角而受到关注 甄嬛传已经播出10年了 还是被广大网友喜爱反复观看 被那些拿放大镜观看的网友发现 在甄嬛传中的一个过年片段中 剧中的复查贵人正在表演谈亲 坐在角落的吃货纯贵人 也就是谭松远在玩手机 一时间一条 纯长在为什么在玩手机登上热搜 就有网友调侃道 吃饭就该发个朋友圈 过年就该抢红包 也有不少观众还在质问纯贵人 复查贵人的表演有这么无聊吗 还是想说一句 这个剧都播出十年了 都要被刷烂了 没有别的剧可看了吗 玩手机这一幕被公开之后 立马就娱乐媒体给他贴上了不敬业的标签 即便是大群戏中的小配角 也不能浑水摸鱼 偷偷玩手机 还有网友发现2019年 谭松远参加综艺 多次当着镜头低头摆弄手机的片段 最后和黄磊和何琼一桌吃饭都没有放下手机 后来被网友指责评论说 时隔多年 谭松远还是没有改掉过度依赖手机的毛病 不敬业 但是指责谭松远的网友不知道 谭松远那时候不是在上网冲浪 而是在处理妈妈的后事 那是他妈妈不幸去世之后首次露脸 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 谭松远的妈妈和好友一起散步时不幸被车撞倒 赵氏司机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救人 而怕承担责任而仓皇逃逸 而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谭妈妈 在经过23天的抢救后 还是不幸身亡 亲人的离世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 伤心的谭松远当即就放下了所有的工作 回家处理母亲的后事 受伤者还有两人 虽然两位都捡回了一条命 可其中伤势较重的那位 最终落下了终身残疾 赵氏司机的母亲却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虽然有作 但并不是不可饶恕 一直拒绝赔偿 拒绝向受害者的家属们道歉 还恬不知识地抱怨说 你只是没了吗 我儿子却要在牢里过年 那一段时间 还有许多不良媒体借此炒作 甚至还一花节目放出他和欧豪共成一车的照片 还说这些照片拍摄于2019年的新年 并配闻说这是他母亲在医院抢救提前拍摄的 而谭松韵却能笑容灿烂的出门约会 一顶不笑你的大大帽子就扣下来了 人在家中做帽子从天上来 对这样污蔑 谭松韵也只能无力地澄清 说这是和朋友简单的吃饭 而且他也解释了这张照片更不是拍摄于新年期间 直到他收拾好情绪 复工去向往的生活时 经过何老师的解释 才澄清事情的由来 外界的纷纷扰扰才开始消停 天网恢恢 书而不漏 2020年9月19号 赵氏司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赔偿三位受害家属92万余元 赵氏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谭松韵也将所有的赔款 全部捐献给了慈善组织 也让温暖了自己一生的母亲 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温暖整个世界 永远热爱自己 永远不被别人定义 希望你一直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色彩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再见